字幕志愿者 杨毅优雅 像今天我們開始講 ANOVA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麼接下來連續三張 十四張、十五張、十六張、三張的都是 重新學習中應用最廣泛的一個題目 就是回歸 所以我們大概一整個學習大概一半的時間 會探討回歸 好 OK 開始了 我們十三張 謝謝大家 这一章谈的是变异数分析 那这变异数分析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把变异数拿来再分析一下 什么叫做分析呢 它的意思是说你有一块 你有一块变异数 还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上面是提过了 水淡了一些 那这个是样本变异数 这个变异数有没有办法把它切割 你懂我意思吗 分析 分析一下那个手术刀 手术刀你把什么东西把它切开来 分析是这种概念 它是这种科学上的一种概念 所以你想办法去分析变异数这一块 有没有办法把它切割成若干块 我们待会就证明给你看 它可以把一些变异数 把切割成为几块 然后这些切割开来的变异数 它们平时间有一些理论上的一种牵连 所以你会发觉这变异数分析 可以帮我们完成了一些假设简定 像我们这一张要探讨的 像这种问题 它是一个假设 检定一下这个假设 检定一下这个K一个母体的平均数 一不一样 是不是完全都一样 完全都一样的话代表 这种产品或是这个项目里头的东西 大家都一样 没有什么不同 除非你能够拿到一些证据证明说 这个假设是错 这个假设如果是错的话 这代表说有一些是跟它不一样 有一些跟它不一样的话 那你这样一想 如果这些东西不是完全一样的话 那你会进一步去探考 到底哪些东西跟人家不一样 哪一个哪两个跟其他东西不一样 然后两个两个就去做比较 就可以做出了全部的一个检定 了解彼此之间所有之间的关系 但是首先必须要了解 是不是全部都一样 如果全部都一样 那没话说 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全部不完全全部都一样的话 那你两个两个就去做比较 这很像我们上一期 十二章里头不就谈到两个两个假设检定吗 三个不完全一样的时候 两个两个去做比较 这是下一个不错的事 所以我们这一章啊 直接了当我们在探讨 K个母体的平均值 一不一样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啊 不像了我们在第十章里头 所谈的东西 东西还记不记得第十章里头 我们看到两个母体的平均数一不一样 两母体平均数一不一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转个弯 我们把它变这样 你要证明 你要检验μ1有没有等于μ2 那你可以转个弯 你可以问说呢 那两个相减有没有等于0 如果两个相减等于0 那意思就是两个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两个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转弯 但是呢 K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 K个你怎么办 K个你怎么减 你告诉我 所以我们上一期不是也有提到一个 十一章我们是提到说 你要去检验 两母体的变异数一不一样 两母体的变异数一不一样 我们是用什么方法 是啊 你可以转个弯了 但是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是相减等于0吗 你用这方法吗 不要眼皮就盖起来 提到这个都眼皮盖起来 不要盖起来 眼皮要增大一点 有些同学自然就眼皮盖起来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听过 你听过了是吧 帮你回忆一下 因为过年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丢掉了 大扫除什么东西都把它扫掉了 现在呢 过了一个年回来了 我们要把那些东西 好的东西把它捡回来 对不对 眼皮不要盖起来啊 你如果两个变异数一样的时候 你还会在检查变异数 你会用相减等于0吗 你会用什么 你相除 看它怎么等于1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有它不得已的地方 因为那是检定统计数的问题 两母体变异数相除 有没有等于1 可以找到检定统计数 相减有没有等于0的话 没有检定统计数可以找 至少到母群为止 是这样的原因 那么两个平均数 有没有相等 我们用相减 有没有等于0 这个方法 我们确实可以找到检定统计数 它的检定统计数是什么 大家记得吧 怎么没回应呢 什么 μ1解μ2的检定统计数是什么 你看我们简单复习一下 还是很有必要的 看到没 μ1解μ2等于0的检定统计数 是什么 这第十章的东西啊 什么 x1 bar-x2 bar吧 很好啊 x1 bar-x2 bar 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检定统计数 x1 bar-x2 bar 当作检定统计数 对不对 就从这边来了 你要说母体的平均数 有没有相等 也就是说它相差 到底是多少 现在我拿一个跟它相呼应的 样本层次里头的东西 就是样本的平均数相减 到底是等于多少 这就变成它的检定统计数 是不是大家都很熟 第十章的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学过了 还要回来再复习它 很快就可以掌握住 那个东西就不容易再忘记了 所以学过东西还要经常去回想一下 那如果是sigma1平方除以sigma2平方 如果要做假设检定看它等于1 用什么东西当检定统计数 s1平方除以s2平方 写到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它的 这个作为一个检定统计数的话 它的气力分布函数是什么 记得吧 F分布 对不对 F分布 还记得吗 那么前面这个x1 bar减x2 bar 这个检定统计数的距离分布函数是什么 是常态 是不是常态 因为它 一个x bar是常态 两个x bar是常态 常态减常态 常态加常态 都还是常态 所以这个一定是常态分布 这个是什么分布 这是F分布 所以这个会变得是常态分布 μ1解μ2 为它的期望值 为它的期望值 N1分之 s1平方加N2分之s2平方 变得它的变异数 可是这个东西 它的基力分布函数是F分布 那它有两个自由度 N1-1 还有N2-1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常态分布 这个是F分布 由于有这样的基力分布函数 跟它在一起 因此我们才会用它来当作 检定统计数 没有基力分布函数 你去检定 你要怎么检定啊 你没有一个判准 没有办法找到它的凝解值 没有办法去判别 所以我们做检定统计数的 一定必须要有基力分布函数 跟它在一起 你不要随便去找一个东西 然后呢 你说它可以来检定 那还得看 它的基力分布函数 有没有 有没有基力分布函数 对吧 这都是观念 记得吗 好 那么简单回顾一下的话呢 这些东西都是两个母体 两个母体的 只有两个东西 现在我们这张要谈的东西 是K个母体 K个母体 你要怎么检验它 首先呢 我们做三个假设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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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个母体 全部 每一个母体 都是肠带腹部 第二个角色 所有母体的 Sigma平方 都相等 那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母体 第二个母体 一直到 第K个母体 的 变异数 都相等 第三个 所有母体的分布 都互相独立 常态 互相独立 都相等 K个 互相独立 而且K个常态的 变异数 我们都假设它相等 不只是常态 互相独立的 变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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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相等 期末考 对 期末考就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 对对对 那那个地方是属于第几章的 11章的 很好翻一下 看第几页 11章第几页啊 494页 大家看一下 这个分布 两个S平方相除 或者是F分布的话 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 两个分布都是什么 两个母体都是什么 常态分布 第二个 两个母体都互相独立 第三个 两个母体的变异数 都相等 还记不住吗 那个是两个母体的时候 我们谈呢 S1平方 除于S2平方 所以它具备呢 两个相除以后 具备常态分布 现在你看看 我们现在在 为了要做这个检验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做这三个 三个假设 所以这三个假设 是统计学上头啊 经常出现的 三个基本假设 有了这样的假设 我画个图给你看啊 这三个假设啊 为什么经常被统计学家用呢 你看啊 这边有一个常态 这边也有一个常态 然后到最后 也有一个常态 那这是第一个常态 所以它 它的期望值在这边 我如果都把它连起来的话 是μ2 μk 我这边一共 k个母体 我假设这k个母体 每一个母体 通通都是常态分布 而且S2平方 一模一样的话呢 所以S1 S2 S2 k个变异数都一模一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知道变异数 变异数管什么 变异数管它的扩散的程度 对不对 所以如果常态分布变异数是一样的话 这两个常态分布一定长得长相 是不是高矮胖瘦 是不是完全都一样 sigma平方管它的身材 你懂吗 对不对 那你sigma平方多假设都一样的话 这k座三啊 k座常态分布 形状都一模一样 不会有哪一座比较高 哪一座比较瘦 不会 全部都一样胖矮 一样的高瘦 那互相独立 常态分布 sigma都相等 所以你现在所谈的是 k座一模一样的三 那你现在说 我要检验 这k座三 有没有 怎么样 h是什么意思 k跟m有没有相等的意思 就是k座三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怎么样 告诉我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怎么样 h事实上是在检验什么东西 检验k座三有没有 重叠 对不对 是吧 你如果m都一样的话 那这边是k座三 完全重叠在一起了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啊 我们做这个假设检验 从这个地方来的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检验 这k跟m有没有一样 我就来检验看看 我去抽一些数据出来 从每一个母体 我去取某些样本出来 他就说 我这边去取 若干样本出来 这边取若干样本 样本当然取在这个地方 样本取这个地方 样本取这个地方 对吧 我把这k跟母体的k主 样本呢 我把它做 某一些的运用计算 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检验出 它是不是重叠的 离重叠有多远 如果离重叠很远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否定它了 懂得意思吗 就可以拒绝它 如果你重叠很近的话呢 很类似重叠的话 那我当然可以支持这个假设 理路上都是这样子 逻辑上都是这样子 这样懂不懂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去取样的时候 是怎么取的 这是第一个母体 k等一的时候 第二个母体 k等一 不应该这样讲 不应该讲K 应该讲 J J等于1 J等于2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任何一个点 我们可以用这个 XIJ来代表它 大家看XIJ是什么意思 前面这个I管什么 管你是这个母体里头 取的样本里头的DI个点 后面这个J管什么 管你是第J一个母体 懂吗 所以你看 EE是什么意思 先看后面那个 第一个母体里头 所取的样本里面的第一个点 懂吗 第一个母体里头取的 样本当中的第二个点 意思类推 所以你IE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母体所取 样本里头的DI个点 那这个是最后一个点 所以可见 第一个母体我们一共取多少点 N什么 N1 第一个母体取N1个点 第二个母体呢 你看我们 我们就用2 对不对 后面都是 都是2哦 第二个指标都是2哦 那第一个就是 第二个母体所取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母体取第二点 第二个母体所取的第三个点 第二个母体取的第I个点 全部取多少点 N2个点 N1不一定要等于N2 换句话你每个母体不一定取 样本数都一样大 你第一个母体可以取五个 第二个母体可以取六个 可以取七个 对不对 这样懂吗 可以吗 可以哦 好 依此类推了 我们都依此先下来 然后J最后等于K了 那就是 1K 2K 3K IK 一直到 N K K 这个符号希望同学可以 可以熟悉 其实没什么 就是说你有两个指标 那么K是DK个母体的第三个 样本点 DI个样本点 最后一个样本点 每一个母体取的样本数 N1 N2 一直下来 到NK 是吧 那我们说呢 你把 N1加N2 一直加 加到 NK 全部 取多少点 取NT个点 这个T 也代表Total的意思 全部的样本点 一个NT NT是多少 全部的N相加 代表NT OK 符号先搞清楚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这个叫什么 就是第一个母体所取的样本点当中 像加总除以N1的话 这叫什么 第一个母体的样本平均数 对不对 怎么表示它 1 X bar 前面一个点 一个小点的意思 代表说I不管 现在不管你是第几个点 反正这是第一个母体所取的的样本平均数 这样懂吗 我们以前的样本平均数不就是这样算的吗 这怎么要叫X bar 这样本平均数啊 好吗 那我现在只是加一个指标而已啊 1 1 1 所以这边1啊 对不对 对吧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一样可以这样说 I2 XI2 I从1到N2 然后除以N2 所以X到2 8 第二个 以至于到最后是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了 第K个母体的样本平均数 那你这边啊 每一个 每一个母体所取的样本 写成这个样子 可以算它的样本平均数 所以 简单我们说它的样本平均数呢 我可以把它写这个地方 样本平均数 1 bar 2 bar k bar 这变怎样 现在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大概 因为你们 高中大概比较少看到这种 Double Summation 两个Summation放在一起 两个Summation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讲 J等于1的时候 那J等于1哦 固定J等于1哦 这个不是Ni 这是Nj 如果J等于1的时候 里面这个东西啊 J就要变成1了 对不对 那Ri从1到N1 现在J也是等于1 所以你事实上的第一组 你在谈什么东西 E1 21 一直加 加到N11 这是不是J等于1的 J等于1的那一群 我通常把它相加 对不对 再来 我跑完了J等于1以后 再来J应该跑多少 J应该跑2 所以又再加嘛 因为这本身也是加嘛 对不对 Summ 再加 J等于2的 一直加加 加到最后 所以 我这边一个多少组 我一个K组 每一组里头的东西 我都把它相加起来 然后在K组的东西 都把它相加 就像这个样子啊 DoubleSum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样懂吗 可以哦 然后最后处理多少 处理N1加N2 就叫NK啊 全部就是NT啊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就是全部加总 然后全部呢 处理它一共多少个 就是一个总平均数 先把这个符号搞清楚 好吧 然后我们下课休息 我们下课休息 再课休息